星期二抵达西雅图展开美国之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天侧重于商贸和技术的行程当中还特别加入了一个怀旧的节目 也就是星期三下午的时候习近平将会来到我身后的这一所林肯高中参观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会选择这所高中呢 在距离西雅图不远处的塔克马的一所高中 校长和学生们这些天正紧张的为迎接到访的中国领导人做准备 这所有着百年历史的林肯高中将在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迎接习近平 过于忙碌的校长一直为回复我们的采访要求 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我们打算直接去看一看 到了那里仍然没能见到无法分身的校长 不过校园外的几名学生则多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 克里斯谈到同学德西习近平要来参观学校的时候说 他们中很多人感到兴奋 因为这么一个有权力的人来到塔克马城 而且在众多学校中选择了我们 克里斯说他会参加星期三傍晚的欢迎活动 但具体活动做什么他却一无所知 按照学生克里斯汀的说法 只有一部分人才能参加活动 而他就是没有获得许可参加迎接活动的人之一 所以说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会留下来 一些球队会参加 不过你得到邀请才能参加 我不会参加 克里斯丁说 校方星期三下午2点05将会清校 正式的活动会在四五点钟开始 周二时有关习近平参观该校的具体时间和内容 对于外界仍像是一个谜 当地的媒体报道说 习近平此行安全工作做得过于神秘 林肯高中学生贾森说 某一天他突然注意到工人在修剪校园的灌木 后来才得知中国的主席要来了 他们宣布了这件事是为了以防万一 怕有人躲在灌木丛里朝主席开枪 所以才修剪灌木 学生们并没有被告知更多 同学间也流传起了一些习近平死刑背后的原因 克里斯丁这样说 他为什么来呢 因为我们的校长娶了市长 所以他来这里跟市长有关 这个小道消息是否靠谱 咱不做深究 不过呢 有些事实是不会做的 并且可能是更靠谱的原因所在 习近平二十多年前 曾于1993年以福州市委书记的身份 访问过刚刚与福州建立姐妹城市关系的塔科马 他那一次访问期间就曾经去过该校参观 因此他此行如此安排 颇有怀旧感 或许能够有助他树立亲民的形象 美国金记者萧寻玉港 华盛顿州塔科马报道 2 2 3 感谢观看